大家好,欢迎来到Revy的美食厨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香葱肉松芝士面包的做法 面包一出炉就闻到浓浓的葱香和芝士的香味 里面的肉松香软又湿润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全程不需要揉面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吧 我们先来和面 在240克中筋面粉中加入2.5克的盐 3克酵母 25克糖 然后加入一个鸡蛋 搅拌一下 再加入150毫升的温牛奶,边加边搅拌 把它搅拌成一个粘稠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先静置30分钟 让面团有一个基础的发酵 30分钟之后,我们加入20克黄油 把黄油和面团搅拌混合均匀 盖上保鲜膜 室温发酵到两倍大 或者放入冰箱隔夜冷藏发酵 现在面已经发好了 我用的是冷藏发酵法 冷藏过后的面特别的好操作 它基本是不粘盆的 在案板上撒上干面粉 把面团直接倒在案板上 从四周向中间折叠几下 这个折叠的过程也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最后把它整理成一个圆形 压扁 切成八等份 每一份 每一份继续从四周向中间折叠 把它整理成一个圆形的面包坯 都整理好之后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制作 把面包坯轻轻的压扁 用擀面杖擀成椭圆形 先挤上蛋黄酱 再放上多多的肉松 再放上多多的肉松 之后卷起来 把收口捏合 稍微揉一下 这样我们一个面包坯就做好了 做好的面包坯放到烤盘上 盖上保鲜膜 二次发酵到两倍大 发酵好之后 我们在上面先挤上蛋黄酱 再放上葱花 最后放上一层马苏里拉芝士 烤箱 烤箱预热350度 烤20分钟 现在我们的面包已经烤好了 刚烤出的面包非常的漂亮 浓浓的葱香 混着芝士的香味 掰开之后 里面的肉松松软又湿润 口味咸中带甜 非常的好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